今天老子男人就一樣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特裝作業勇者系列 TOMICA英雄特裝作業勇者系列的JP09 然後這個一樣是運輸勇者 然後它是三菱應約搬家服務卡車 熊貓搬家 那盒子是這樣子 它這一組等於就是 之前介紹過的那個 黑貓 黑貓宅配一樣的車款 但是是不同的 英雄 應該可以這樣唸 那不廢話 央財內容給大家看 剛好遇到颱風 放廉價 打開後裡面是這樣子 有貼紙 主體 核心機器人 車子 本身的一些武裝 大概是這樣 那就不廢話 一個一個介紹給大家看 有貼紙 都沒有貼紙 包裝 都是貼紙 太不廢話 都沒有貼紙 可以從那裡 是很多 都沒有貼紙 真的 是嗎 由可 都沒有貼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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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不購物 其實是 很難貼紙 超貼紙 都沒有貼紙 所以 台灣 然後貼紙是這樣子啊 除了主要的眼睛貼紙以外 就是那個手掌的貼紙 跟那個這個應該是肩甲的貼紙 還是這樣 不廢話直接給大家看商品本身 核心基線是這樣 正面看這樣子後面這樣子 然後注意看臉有點像熊貓 然後機體是藍色的 後面 然後機體其他零件在這裡 然後就 先變成所謂的載具型態 載具型態其實蠻簡單的 先把車斗裝上去 這裡 這裡 扣起來 然後兩個車廂 合在一起 合在一起 扣起來 這兩個插銷 對應手掌的插銷 裝上去 車子的部分 就組裝完成了 正面看這樣子 然後這邊有個熊貓的標誌 側面這樣子 側面這樣子 後面這樣子 輪子 四個輪子是可以動的 底部這樣子 輪子是可以動的 這裡沒問題 正面這樣 然後變成所謂的機械模式 其實也很簡單 所謂的 後車廂 兩個車廂先 兩個車廂先 往後拆 左右兩個打開 後面這個 黃色蓋板往前掀 它會變成類似 有點像 腿部的盔甲的零件 然後腳掌這邊 往前一撥 扣到底 它會有個卡榫 這邊一樣 扣到底有一個卡榫 扣完後 左右兩腳就變形完成了 然後 核心機體的部分 雙手往上舉 臉往後推 然後 往後推之前 這個腳掌要先往前推 變上 然後兩個腿變上 然後 有塗裝的臉 朝外 有塗裝的臉 朝外 然後 腿關節這邊扣進去 扣完後 這樣 然後再來就是所謂的 一鍵變形 這三個叉銷 對應這邊三個叉銷 拆進後 往前一推 對應叉銷 往前一推 臉就可以變形出來了 然後 手稍微撥弄一下 所謂的運輸 勇者 然後他叫做 三菱飲樂 搬家服務 服務卡車 正面看這樣 側面這樣 後面這樣 形態下 頭部不能旋轉 他頭部是有連動機構的 肩膀這部分不能旋轉 但是 二頭肌這邊可以 手肘可以往前推 手掌的部分 不能旋轉 骨關節前後移動沒有問題 腰部不能動 然後腳掌這邊是球形關節 他膝蓋可以動 但是因為他整片 跟那個熊貓一樣 跟JP08那個熊貓一樣 他後面看 你可以看到他的膝蓋是可以彎曲 但是他彎曲後 因為他本身整個腿非常的大 所以看起來就 沒有很明顯 然後另外他跟那個熊貓一樣 有所謂的特殊 大型手掌 一樣可以裝上去 這一個 裝上去 這是JP09 熊貓運輸車 側面 搬家公司 側面看到 後面看到 後面看到 很缺 然後變回 要變回原本的機械模式 也很簡單 雙腿先拆下來 手掌拿掉 腿部 這邊算是腹部的關節 可以吧 往後一拉 就可以拆開了 非常簡單 然後 先把腿部零件變回去 這邊往後壓 變成平的 這邊一樣往後壓 變成平的 然後 黃色零件往後 黃色零件往後 然後兩個 合在一起 後車廂就組裝完成 然後整個車斗部分 往前一推 雙手往後 雙手直接往後 雙手往後的時候留意 輪胎要向下 然後兩個手掌要向上 大概這樣 然後 雙手的拳頭 跟這邊 原本的腳掌的 這邊的插銷 做連結 扣上去 這樣就組裝完成了 這邊開帳 上面開帳 這是 特裝 作業俑者 JP09的 山林 山林影樂 搬家服務卡車 那今天沒介紹到這裡 然後核心機體一樣 直接 頭往上推 腳掌往前 這一個很快 那今天就在這裡